大熊猫的粉丝被称为猫粉 对于很多猫粉来说 大熊猫饲养员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工作 除了可以亲手喂养大熊猫 还可以日常撸猫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就有一位超级猫粉成为了大熊猫饲养员 他叫做阿布展子 来自日本新系县 8月13号 来自中国各地的游客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门口排起长队 太阳产房内 该基地唯一一位外籍饲养员阿布展子 与大熊猫幼崽春生玩耍的画面 吸引游客们拿出手机记录 今年35岁的阿布展子 从小便喜爱大熊猫 为了实现当大熊猫饲养员的梦想 他先在日本学习汉语专业 后来又到四川农业大学学习动物保护 在2017年成为基地的饲养员 首先我想做熊猫饲养员 定好了我自己的梦想以后 我先考虑应该是语言的问题 所以我就先学中文 日本的大学毕业以后 我再去阳安那边的四川农业大学 诱读那个本科 我还是跟熊猫要说四川话 就比如说把外面的熊猫叫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听管 就自己的四川话的名字的翻译 比如说我用普通话叫他们 他们没反应 在基地工作的三年来 阿布展子可以面不改色地抱起几十斤竹子 熟悉每只大熊猫的性格特点 对于很多人好奇如何才能当上大熊猫饲养员 阿布展子说 除了有专业的知识储备 以及通过基地的考核评定外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爱心 而大熊猫饲养员的这份工作 也不是外界认为的那么好玩轻松 饲养员的基本工作就是打扫 打扫他们的寿舍和运动厂 还有四位东西 还有观察 还有其他 比如说现在夏天呢 就很多熊猫要生载嘛 生载了以后就我们要育幼 我这个工作还是挺辛苦 因为我们要负责生命 就动物的生命 我们要负责嘛 肯定责任养 责任感也要 就压力也很大 但是呢 辛苦是辛苦 但是每天看着熊猫吃竹子呀 就他们过得开心的样子 我就很开心 阿布展子漂洋过海追星大熊猫的故事 被越来越多的猫粉所知晓 它也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幸运儿 我自己觉得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比较简单 我自己没有那么了不起 因为比我喜欢大熊猫的人也非常多的 很多猫粉都国外国内国外都要去看熊猫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对熊猫 表示爱情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对于未来的人生规划 阿布展子说 即使以后不当饲养员了 也希望能继续从事和大熊猫相关的工作 每天的饲养工作很那样 就拿很重的东西啊 就还要抱熊猫啊 就靠体力的 所以我不知道还可以做多久 这个要靠体力 但是难做就 我想 我还是想继续做 因为我跟熊猫接触了很多年了 就熊猫的魅力太多了 对我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